六月毕业季又到了 国立台北商业大学在今天举办了 空中进修学院的毕业典礼 今年一共有将近一千位的同学 顺利从学校毕业 空中的学习这样子的一个学习模式 反而变成一个很主要的一个趋势 不仅仅是在实体方面的一个教学上面 也逐步逐步有越来越多的 线上教学的方式 我们不仅仅没有受到少子化的冲击 我们现在最近这几年 我们的招生来就读的同学 反而有增加的趋势 这一场毕业典礼不只有精彩的舞蹈表演 台北市长蒋万安也透过影片送上祝福 不同年龄的毕业生们在台上一次排开 一一从师长手中领取毕业证书 尽管现在大环境面临少子化的冲击 但空中进修学院并没有受到影响 校长也提到 记者体系不只可以做到就学及就业 更提倡就业也可以就学 鼓励民众学习不需要受到年龄和工作限制 Hello 我是蒋心梅 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 赶快订阅按赞 开启小铃铛 锁定华世新闻YouTube频道